今天上午有一对乡亲男女先后找我告状 就挑那饭点 我这周五饭我都没那么吃 那简直都是各种痛批对方的这个不好 企业是两人是婚前试婚了两个多月 结果过的是一地鸡毛 男士是93年的 本科是一名培训讲师 生活也是比较能说会道的 女士是94年的 大专 企业的一名采购 两人是今年三月份的时候给他们叫认识的 他们见面一天我就印象特别深 两人刚碰面的时候 男士就很热情 夸赞这个女士是正好那好 人好 性格好等等的一串彩虹屁 女士是被车尾捧的也是有点飘飘然 一个劲的捂着嘴之笑 咱就该说不说 为什么有些男士总是相亲老失败 你这起点就比别人落后了 见完面之后 男士夸女士 是性格温柔善解人意 女士夸男士是行为身世也很关心人 那真的是相见恨晚 就这样 两人认识了有一个多月之后就确认了恋爱关系 恋爱期间也是很甜蜜 三观合适 性格合适 哪哪都很好 在一起三个月之后 两人决定婚前试婚 女士就搬到了男士那里 不是不知道 一事简直都是一地鸡毛 刚在一起的前半个月 两人特别的和谐 男士送女士上下班 晚上一起去外面吃饭 偶尔买点县城的回家再来个珠光晚餐 这今日吃牛排 明天吃龙虾 这周末再来个涮个火锅 好事甜蜜 可奈何 钱包不允许 于是两人就决定下班回来自己做饭吃饭 这一开始是男士买菜 女士做饭 但男士有时候下班比较晚就有点耽误 这没办法呀 姑娘是早早下班回来就去买菜回来做饭 男士回来就吃县城的 之前男士还刷碗 妈妈就不太想刷了 吃完饭就往沙发上一躺就开始玩游戏 理由是自己下班晚太累了 这姑娘心里就有意见了呀 都上班 凭什么就我做饭给你吃呀 两人在平常的生活当中 姑娘是比较爱干净的 男士就邋遢一些 每次下班回来脱下的袜子就 托成一个球啊 塞到鞋里 第二天早晨再打开接着穿 就因为袜子这事 这两人吵了好几次 姑娘每次让她晚上把袜子给洗一下 但男士说没臭味不用洗 两人就因为这件事情都不欢而散 周末呢 两人也是各种矛盾不断 姑娘想去看电影啊 逛个街 男士说呀 看电影就回家看 还免费 这结了婚啊 以后还是要过日子的 不能太浪费了 姑娘呢 就越来越有意见啊 觉得两人的三观是严重不同啊 后来就有一次啊 这个姑娘到了生理期嘛 这个肚子疼 男士就给她买了一包红糖啊 扔到桌子上 这个姑娘呢 就要求男士啊 给她冲好 男士就觉得她啊 太矫停了 又不是不能自理了 就因为在世啊 俩人啊 又吵了一架 这个家务啊 也是啊 吵架呀 谁都不想干 姑娘呢 理由是啊 这还没结婚呢 又不是我家 为什么要我去做保姆 男士觉得呀 生活在一起啊 那就互相帮助啊 家务啊 就一起来干 另外这男士有抽烟的习惯 以前啊 觉得这个男士抽烟啊 挺帅的 后来觉得这家里啊 烟灰到处都是 而且还很翘人 就受不了 还有啊 就是这个姑娘啊 这个洗衣服啊 从来都不用手洗 一件裙子啊 都要扔到这个洗衣机里面去洗 男士啊 现在太浪费水了 而且呢 只洗自己的衣服啊 从来也不给男士啊 这个洗衣服 女士有意见呀 我干嘛要给你去洗呢 就这样呢 两人呢 每天生活在鸡毛蒜皮的争吵当中啊 男士说姑娘是特别的斤斤计较 不止矫情还作 姑娘说男士啊 有大男子主义啊 生活邋遢 脾气还不好 最终啊 试婚两个多月之后啊 宣布了分手 互相埋怨对方呀 哎呀呀呀 都是试婚惹的祸呀 大家知不支持婚前试婚啊 那关于试婚的说法真的是众说纷纭啊 有人说好 有人说不好啊 但你要是决定试婚同居在一起 你首先要明白一个道理啊 试婚的目的是什么 不是让你们生活在一起 互相挑彼此的毛病 而是要在出现矛盾的时候 一定要学会沟通 学会互相去退让 互相理解和包容 这样的试婚呢 才会修成正果 两个人在一起啊 性格不一样 一定会出现矛盾 那这段感情能否长久啊 幸福 不是看你们亲亲我我有多甜蜜 而是要看发生矛盾的时候 是否会处理 是否愿意去包容对方 去理解去妥协 这才是试婚的目的啊 当然一定要坚决拒绝那种 以试婚为理由 却不想以结婚为目的的流氓行为 太可耻了 最后问问大家呀 你们接不接受婚前试婚啊 不接受婚前试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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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接受婚前试婚啊